高雄市政府由新的人事异动了 这是副市长陈启玉请辞之后 市府在今天做了新的人事布达 由原市府秘书长吴洪谋接任副市长 而秘书长一职由原财政局长李瑞昌来接任 至于财政局长则是由原副秘书长简正成来接任 宣誓 请宣誓人就位 请吴副市长洪谋 李秘书长瑞昌 简局长正成就位 新就任副市长交界仪式 周二上午站市府思维中心举行 陈启玉人声规划为由向市长陈局请辞 将投入今年的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选举 争取主委职并且为年底七合一选举 以及2016年的大选辅选 初缺的副市长一职则由贤熟市政的原市府秘书长吴洪谋接任 吴洪谋秘书长在我们市政府的团队一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的认真专业还有对很多理想的坚持 那市府的同仁对他都是非常肯定敬佩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副市长的这个职务由他来接任 我们认为真的是高雄市民之福 据秘书长一职则由原财政局长李锐昌接任 陈局强调李锐昌拥有中央地方等丰沛的行政资历 对高雄市的财政困境提出很多解决方案 舒缓了不少难题 而接任财政局长一职的副秘书长简正成 在县市合并后展现了专业的财政能力 对高雄市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还有预算编列等问题帮忙很多 陈局表示三位新上任的同仁都是一时之选 也是最优秀的人才 期许在他们的加入后 市政的推动能够更加顺利 港东新闻许富天夏秋卒采访报导